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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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 我是陈志宏牧师 我们要来继续就业圣经当中 有关创世纪的真理 那我们今天要来带创世纪 最枯燥的一章 这章圣经比创世纪的第五章的 家谱还有枯燥 但是上帝让这一段圣经被记载下来 还是有他属灵的含义 创世纪第十章的经文结构 大概是这样子的 第十章的一节是一个引言 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 十章的二到五节 提到亚佛的后代 十章的六到二十节 是寒的后代 十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是散的后代 最后三十二节是结束 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宗族 所以第十章的一开始 就提到挪亚三个儿子的名字 结束的时候也是提到他们的名字 所以这叫首尾呼应的文学笔法 同样的本章的第一节 跟最后一节都提到洪水以后 所以第一节先列出 挪亚的三个儿子 散寒亚佛 下文就是散寒亚佛他们的后代 那当然是先提到亚佛的后代 寒的后代 然后最后才是散的后代 这是一种交叉平行的结构 那创世纪的作者 把散的后代放在最后面 这是他惯常的做法 就是把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蒙上帝简显的 放在最后才去讨论 所以这张圣经一开始有引言 接下来有主体 然后最后是结束 那主体分为三段 分别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 这三段一开始就提到 他们祖先的名字 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类似的话语做结束 分别是在第五节 二十节跟三十一节说 这些人的后裔 将各国的地土 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那这三处经文的内容 有点像我们唱一些 这个传统诗歌的副歌一样 他有同样的内容来反复 那这三节经文 指出各国都有地土 那这是从地理的角度出发 指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提出他们有他们的方言 那反映这一章的内容 应该是发生在第十一章之后的 因为各国都已经有自己的语言 那第三个他提到宗族 那宗族是一个支派当中 最大的团体 约书亚记呢 提到以色列人呢 有支派 有宗族 有家世 跟个人 这四个单元 所以这样的表达方式 说明呢 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呢 都是人类的一个部分 每个国家 有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 那有自己的语言 可以沟通 好团结 自己国家的人民 也有自己的家庭 跟宗族的结构呢 可以世世代代延续一个国家的命脉 那当然这许许多多国家之所以可以存在 进而有发展呢 那是上帝赐福给洪水以后人类的结果 在这里呢 我们也需要稍微讨论一下 这个创世纪的第十章 跟十一章的关系 因为第十章提到这些人呢 都各随各地的方言 创世纪第十一章呢 一开始却说什么呢 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呢 语言都是一样的 所以很明显的呢 按照时间的顺序呢 应该是创世纪的十一章的 巴别塔事件呢 是在前面的 然后才是这个第十章呢 世界的各国 邦国呢 语言各自不同 所以创世纪的作者 为什么没有按照时间发生的顺序 先说明巴别塔的事件 然后才介绍世界上的邦国呢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答案 那首先是创世纪的作者这样做呢 是保持呢 他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 所采取的模式 什么模式 就是犯罪 然后呢 刑罚 拯救的模式 创世纪的第六章 提到当时的世人罪恶甚大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七章第八章是洪水的刑罚 然后第九章呢 第十章 这个发挥洪水之后呢 人得到拯救保护呢 而且应验上帝的赐福 那个九章的一到二节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这样一个祝福 那第十章 刚好就是说明这样的祝福的实在 第一方面呢 把这个第十章 放在巴别塔的事件之前呢 那第十二章呢 正好解释呢 为什么上帝要呼召亚伯兰 也就是说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的 因为呢 人犯罪的缘故受到刑罚 所以上帝呢 拣选亚伯拉罕 作为上帝使人得到祝福的工具 所以把巴别塔的事件呢 放在第十一章呢 就比较吻合这个模式 好 第二呢 就是这个第十章的列国名表呢 把它放在第十一章之前呢 可以让创世纪的第五章的三十二节呢 到十一章的三十二节 有个比较工整的结构 那其实这一大段圣经呢 可以用这个家谱 叙述家谱这样一个结构来说明 比如说五章三十二节 提到呢 这个家谱是努拉罕的儿子 接下来六章的一到八节 就是叙述 提到这个上帝的儿子 跟人的女儿结婚的事件 接下来呢 六章的九到八节 又提到家谱就是努拉罕的儿子 好 接下来呢 六章的九到十节呢 是家谱诺努拉罕的儿子 然后六章的十一节到九到十一节呢 是洪水故事的记载 然后呢 九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呢 又回到家谱 提到努拉罕的儿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再看呢 这个第十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是家谱提到散的后代 然后十一章的一到九节呢 是一个叙述 是这个巴别塔的事件 然后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二节呢 又是家谱提到散的后代 所以我们看见呢 这个在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呢 有一个结构 就是家谱中间夹一个叙述 然后又回到家谱 那这个这样的次序 十到十一章这样的次序 这样调整呢 非常符合这个次序 好 那把这个 这一章呢 放到巴别塔事件之前呢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第四章到第六章呢 可以形成一个很对称的结构 那四章的一到十六节 是提到该隐犯罪 然后呢 九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呢 是提到韩的犯罪 四章的十七到五章 三十二节是这个家谱 然后呢 创世纪第十章是列国的名票 其实他也是三个 这个儿子的家谱 然后六章的一到四节呢 是上帝的儿子犯罪 然后十一章的一到九节呢 是人见巴别塔 那这也是犯罪 得罪了上帝 第二个呢 把巴别塔事件 放在亚伯拉罕被呼召之前 让读者知道呢 其实洪水之后的人 跟洪水之前的人 一样容易犯罪 说明呢 人是江山一改 但是呢 犯罪的本性难移 那第三呢 创世纪第九章的 最后一节提到挪亚 第十章一开始呢 也提到挪亚 让我们读起来呢 感觉一气呵成 所以简单的说呢 创世纪的作者 把第十章 放在巴别塔的事件之前呢 是要通过这个 一到十一章的 结构跟模式呢 勾画出它的重点 创世纪的作者 编排资料呢 不是按照 时间发生的次序 而是按照主题 结构跟模式 让我们读起来呢 就感觉一目了然 立刻可以把握到 它想强调的重点 我们现在回到第十章 有关散 含亚佛 各自后裔的记载 记录亚佛的后裔的子孙 用的篇幅是最少的 那可能是因为 亚佛的后代 跟这个创世纪作者 这个写作的焦点 就是散的后代 它的接触不太多 远少于含的后代 那亚佛的后代 所住的地方呢 也离散的后代比较远 所以作者用了比较多的篇幅 叙述含跟散的后代 那这也是 他在这张圣经 记录迦南后代的 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跟散的后代 以色列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说这是 圣经作者一贯的做法 就是他想强调的呢 他介绍的篇幅 会比较多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圣经 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首先就是 上帝的祝福 不会落空 十章一节 挪亚的儿子 散 韩 亚佛的后代 记在下面 亚佛的后代呢 是分布在这个 照地里来看呢 是迦南地的北部 一直到米索 波达米 两河流域的上游的部分 就是东呢 从现今的伊朗 西一直到地中海 西端的西班牙 也包括黑海的南部 他们居住在 以上的北边跟西边 那包括今天的希腊 塞浦路斯 土耳其 所以亚佛呢 可以说是印欧民族的祖先 韩的后代呢 分布在这个埃及地 跟迦南地 那由东至西呢 是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 到非洲的西部 北呢 到南呢 是包括尼罗河的长度 那韩的后代 主要呢 是以色列的仇敌 就是亚述 巴比伦 埃及跟迦南人 所以韩可以说是 非洲人的祖先 那其中呢 十章的十五到十八节 记载了迦南的后代 不过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呢 这个被祖父挪亚 所咒诅的迦南呢 生了十一个儿子 在整个创世纪 第十章 所有散涵亚伯的 子孙当中的家谱呢 迦南儿子的数量 仅次于散的一个儿子 叫做约滩 他有十三个儿子 所以表示呢 虽然他受到咒诅 但是他还是一样 生养众多 散的后代呢 在米索波达米流域中间的地方 那就是今天的两河流域 巴勒斯坦 大部分的阿拉伯半岛 他们跟以色列的祖先呢 关系很良好 比如说以撒的妻子 雅各的妻子呢 都是从亚兰而来的 那散呢 就是散族的祖先 所以这一章的内容 所表达的意思是 上帝对挪亚的宣告的祝福 已经应验 九章一节说 上帝赐福给挪亚 跟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呢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所以呢 这样的祝福呢 应验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信靠呢 这个上帝的应许 因为这张圣经 让我们看见呢 上帝怎么样 理寻他的应许 挪亚的儿子 不单生养众多 而且还要遍满地面 这是创世纪第十章呢 多次表达的事实 洪水之后的人类 跟洪水之前的人类 是一样的 还是有罪性在里面的 所以当 韩看见父亲挪亚 喝醉酒 四身躺在帐篷当中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 为父亲来遮丑 还到处宣扬 给他的弟兄听 虽然韩的儿子迦南呢 受到咒诅 但是韩的子孙 跟亚佛的子孙 散的子孙一样 也都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因为呢 上帝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应的人 我们看见 上帝的应许跟祝福呢 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是值得 我们信靠的上帝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 这样鼓励我们说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保罗并没有鼓励我们成为一个 对上帝失信的人 保罗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保罗要强调的是上帝的信实 上帝一旦给人一个清楚的应许 即使我们人会因为我们的软弱 或其他的原因呢 我们没有完全的遵守对上帝的承诺 但是上帝会本着他的信实呢 会实践他对我们的应许 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呢 是不会落空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这张圣经 要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的信息 就是上帝的心意呢 叫祝福万族万民 我们通常会称 创世纪第十章的内容 叫做邦国图 因为这样的族谱呢 表达挪亚的三个儿子呢 分散在全地 成了不同方言的邦国 那这里呢 描述世界的成长 各国的形成 但全部怎么样 全部都是挪亚一个人的后裔 我们说挪亚呢 好像第二个亚当一样 上帝跟挪亚所立的约呢 这个已经得到肯定跟印证 上帝供应每个国家的需要 保罗在《使徒行传》的 第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呢 曾经对雅典人讲到的说呢 上帝从一本呢 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 并且呢 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所以呢 这句话可以说是 创世纪的第十章 最好的注解 全世界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种族 什么国籍跟文化呢 如同创世纪第十章 所记载的一样 都是从同一位祖先 就是挪亚而来的 拥有同样的尊严 属于呢 同一个世界 我们华人有句俗话叫做 五百年前是一家 或者我们也说呢 四海之内皆兄弟 其实这样的想法呢 是相当有圣经根据的 那个根据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 创世纪的第十章 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年前呢 所有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一家人 对我们来说具体的运用就是 我们呢要学习用平等的眼光 去看待自己跟看别的种族 别的文化国家的人 在我们华人的历史当中呢 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我们拥有非常强烈的种族优越感 我们怎么样称呼我们自己呢 叫做中国 我们是世界上的中心 对不对 那其他的种族人都是边缘人 都叫做蛮族 古代我们称世纪的民族叫什么呢 叫做东夷 叫做西戎 南蛮 北迪 把他们都当做什么 当做帆帮 这个都是野蛮人 话外人 那其实我们的种族优越感 是蛮强烈的 可到了十九世纪呢 中国被西方的列强 被欧美这些国家侵略 有一段时间呢 人为刀鼠 我为鱼肉 所以在那一两百年的中间呢 那个岁月呢 这个中国人被视为叫做东亚病夫 所以那段时间呢 我们就从这个强烈的种族的优越感呢 就转变成强烈的种族 自卑感 我们面对外国人呢 我们就觉得自残行贿 我们养成呢 叫做从阳媚外的心理 这也是一种错误 还有不健康的心态 所以既然世界上的所有的民族 都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 善 韩 亚佛的子孙而来的 所以就是源自于同一个祖先 所以呢 我们世人呢 不管是怎样的种族呢 其实我们要彼此对待 要以礼相待 一视同仁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面对一些 欧美比较先进国家的人民呢 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 我们不需要觉得自己矮人一节 但是同样的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面对这些非洲啊 拉丁美洲啊 这些亚洲啊 一些跟我们比较起来 相对比较弱势的国家 我们也不要瞧不起他们 认为自己呢 高人一等 特别呢 是我们在国内 我们面对一些外籍劳工 或是外籍的帮佣 外籍的配偶 我们要尊重他们 对他们一视同仁 因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祖先 我们都被个同样一位上帝呢 所宝贵 所爱护 那这是我们可以稍微学习的 创世纪的第十章呢 记下七十个名字 来代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这个七十呢 在圣经当中 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这里提到七十个民族 是圣经用来象征圆满的数目 表明了上帝的福祖呢 是涵盖了全世界 那这里的七十个名字呢 代表了所有的民族跟国家 接下来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上帝应许呢 要借着亚伯兰 这个亚伯拉罕呢 使这个地上的万族得福 这是他的背景 因为创世纪结束的时候 提到亚伯拉罕的后代呢 这个就如同洪水之后的 七十个民族之 一样呢 是一个新的团体 因为呢 这个雅各呢 带着他的这个子孙呢 移民到埃及哥山地 那个人数是什么呢 刚好也是七十 所以这边的七十呢 对于那边七十 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 如同七十个民族一样 是新的团体 继续承受上帝 给挪亚的三个儿子的祝福 亚伯拉罕呢 是多国之父 那到了新约呢 路加福音十章呢 也提到耶稣设立了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呢 两个两个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去的地方呢 传福音 这跟马太福音第十章 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只差派他们去向以色列人 传福音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十二呢 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数字 那七十呢 就是代表万国万民的数字 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主耶稣没有像马太福音一样 吩咐这七十个人呢 只向以色列人传福音 不要向外办人传福音 那所以有圣经学者就主张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耶稣打发七十个门徒呢 就是回应创世纪第十章的七十个邦国 所以这意味着这七十个门徒呢 这个象征出去呢 把福音传给万族万民 而这正也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目的 他要拯救全世界 所有的人类 创世纪的第十章 记载了挪亚的三个儿子 散寒亚佛的祖谱 这个祖谱跟第五章的亚当的祖谱呢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记载的方式 那亚当的祖谱呢 强调叫做直线的相传 一代传一代 那这个谁生了谁 谁就继续生了谁 挪亚的三个儿子的祖谱呢 比较强调地域上的扩散 从散寒亚佛后代的繁衍当中呢 人类呢就分布到世界各地 创世纪的第十章的内容 是一个横向的祖谱 表示呢 努亚一人衍生到全世界各地邦国的扩散 是一种地上的扩展 所以创世纪的作者 不是单单只想表达 人类向全地扩散的事实 他的主题呢 还是继续围绕着创世纪 一到十一章的循环 就是犯罪 刑罚跟拯救 所以垂直的祖谱呢 表示循着这个祖谱呢 一代一代的发生 那横向的祖谱呢 表示这个循环呢 扩散到全地 不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问题 而是呢 全人类呢 都在这个循环的里面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人类不断地向前 不断地向外 不断地取得文化成就的同时呢 上帝跟人的关系 还是停留在那个犯罪 刑罚跟拯救的循环里面 当洪水的审判过后呢 人类怎么样 就再度犯罪 人又流散到世界各地 说明呢 人跟犯罪呢 又开始扩散开来 所以当接下来呢 我们读到这个十一章 巴别塔故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挪亚洪水的故事 横向祖谱 跟巴别塔故事三者的关系 就是犯罪 再犯罪 然后再流散 在创世纪作者的眼中 人就是这样 因为人的本性呢 就是不太喜欢顺服上帝 我们不单不顺服上帝 而且我们要去操纵上帝 我们要去影响上帝 我们僭越上帝 甚至呢 我们自己要成为上帝 以至于圣经表明呢 流散到全地的万民呢 都失去了福气 以至于上帝需要拣选 一个民族的祖先 亚伯拉罕 然后借着他呢 重新使万国呢 得到祝福 所以创世纪的十二章 一到三节这样告诉我们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上帝呼召 亚伯拉罕的目的 是要使世界上 所有人得福 同样的道理 上帝特别拣选 以色列人 也是要让他们做 列邦人 列邦 列国的光 是世界的光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百姓 都是挪亚的后代 以色列人跟其他的民族 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分别 追跟溯源 我们都会追到同一个源头 既然以色列人 跟其他的民族 没有多大的分别 他们也不是世界上最大 或是最早的民族 也比不上周围的国家的 民族的成就 那么上帝 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得蒙拣选 成为上帝的选民呢 纯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 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或与众不同之处 所以在生命纪的第七章 第七节 上帝将告诉以色列人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 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名中是最少的 所以同样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拣选我们 成为他的儿女 他把很多的恩典 恩赐福气赏赐给我们 也不是因为 我们的道德品格 有多么好 我们有多少的成就 或者是我们 有多么的敬虔 我们有多么的爱主 上帝拣选我们 成为他的儿女呢 是出于他的恩典 所以我们再次说 保罗在以弗所书 二章八到九节 这样提醒我们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上帝祝福 亚伯拉罕的目的呢 是要使别人 因他得福 自重的目的呢 是要叫万族 因他得到祝福 所以同样的呢 上帝拣选我们 目的呢 也是要叫我们 使别人 得到上帝的祝福 为了让我们成为 使别人得到祝福的管道 所以我们领受的恩典 如果越多越大 我们的责任 也就越大 就如同耶稣在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 这样告诉我们说 因为多给谁的 就向谁多取 多脱谁的 就向谁多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愿意成为 万族万民 上帝要祝福 万族万民的管道 跟器皿吗 让我们一同低头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创造 万族万民的上帝 万族万民 都是照着你的形象 跟样式造的 在你面前 是一样的尊贵 一样的有价值 主啊 帮助我们善待 在我们中间聚居的 从别的国家 所来的外籍工作者 或是新的移民 让我们用你的眼光 来看待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 我们国家 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主啊帮助我 也帮助我们的教会 愿意成为 万族万民 蒙福的管道 求主在我们中间 兴起更多 海外的宣教士 可以在把福音 传给万民听的 大使命当中 有一份贡献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 绝处基督宝贵的圣民求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 他的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